空调怎么手动开机 空调除了用遥控板可以打开以外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直接通过空调本身打开 那么如何打开呢 先找到左右两边的凹槽 双手向上抠开空调机箱的面板 这时候就能看到里面有一块灰色的控制面板 然后长按灰色面板上的按钮5秒 这时候空调就开始强制启动 强制制冷 这个方法仅适用于制冷 制热的话还是需要有遥控板才行 那么关的话也是一样 长按这个按钮 空调就关机了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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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